这个性骚案不折不扣的就叫做施案 但该被调查的绝对不只是许家田 林非凡也应该被调查 火力全开民进党性骚案主席道歉仍然不能止血 民进党副秘书长许家田遣词扩准 但事发当时的主管林非凡如今需要代表民进党参选立委 爱红根本就是想画出红线设下停存点 他是太阳花学运以所谓的板黑箱来起家 但是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性骚案 他却是变成吃案的一份子 红线只画到许家田的脚底下而已 这是不是一个集体的吃案 蓝毅火力全开甚至主席道歉也被质疑选举考量 下午才说不会就这么算了 那魏格上午却是以毒为鬼 但是我们会处理性骚扰的案子吗 他冷漠巨大一边发碰饼 然后转身就离开 再次切割了许家田 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而炮火更猛烈的竟然是绿营自家人 卡神一样会裸开第一枪 执意他当时到底做了什么还是什么都没做 其许媒体人周一扣更认为 吃案的难道只有许家田 暗示有人是主席好友谁敢动 这难道不算权力落差 更点名林非凡身为督导 有连带责任已经不适合参选立委 建议退选让鸡排妹来对战王鸿威 文朗东则很酸 林非凡没战力 整天只想着怎么不弄脏自己 将被对手王鸿威打到明年医院不退选 难道要本土支持者浪费时间 帮他讲话轻战场吗 PTT网友更挖出九年前林非凡或航太阳花同志 陈维婷凶案 当时他说我们都不是完人 很酸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致电林非凡结果前没回应 只是民进党会不会仿效 国民党换住投票前出现换凡 选项说品甜品数 TV新闻告知林佳慧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